卡米蒂戲劇俱樂部 Presence 白昼之夜 星空市政廳 讓我們歡迎 這個小時的主持人 前台北市議員 呱吉邱威傑 我今天 站在這裡 我的身份 不是台北市議員 是台北市的市長 現在 Right now 立刻跟我交一聲 市長好 市長好 我跟你說 今天接下來這一part呢 我們總共會有 包含我在內八個市長上台 輪流講自己如果當上市長了的話 他所要推動的第一個政策到底是什麼 好不好 所以今天呢 我是各位的市長邱惠傑 AKA 上班不要看得呱吉 大家都說新人新氣象 所以我要推動的第一條政策 就是幹他媽台北不准再下雨了 今天這麼重要的活動雨下成這樣子 笑得出來嗎 我笑不出來了 幹你娘 第二 我跟你講市長都有所謂的特別費 我跟你講 我上任之後一定要規定 特別費絕對不可以拿來做什麼 什麼美容啊美髮啊買咖啡機啊 都不可以 我跟你講特別費只能拿來做一個用途 活動的預備 活動的預備啦 幹你娘 活動沒有預備是怎麼樣 來我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白昼之夜 大家去看一下預算書 到底預算有多少錢 一千萬台幣 比他媽走中獎還少 幹 比走中獎還少的活動 怎麼可能有屋頂啊 當然沒有屋頂啊 媽媽錢花哪裡去了 操 所以我跟你講 然後第二個 我要推動的政見 就是說每次每年到了白昼之夜這個時候 結果很多市民抱怨說 幹你娘有夠吵的睡不著覺 白昼之夜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讓你在晚上的時候 去做白天才能做的事 現在凌晨12點多了 有一個人拿著麥克風在那邊 瞎雞巴鬼叫 大家睡得著嗎 幹你娘當然睡不著 我也睡不著啊 沒辦法嘛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上任的話 我不要辦什麼白昼之夜 我要辦黑夜之咒 我要讓大家在白天的時候 做晚上可以做的事情 我跟你講 台北市政府前面那個廣場 我直接開放給200多萬的台北市市民 在那邊睡覺 我化成30個區域 什麼棉豆腐啊 喜夢絲啊 床的世界啊 德瑞克啊 我跟你講 我就開放給30個廠商來認領 30種不同品牌的床 大家想睡哪一種就去睡哪一種 30種都要睡隨便你 你就去給他睡 反正呢 台北市長從來不會批准颱風架的 都沒有颱風架嘛 上班日 開放一天給大家在那邊睡覺 可以吧 另外 我還有一個政見 我還有一個政見就是 台北市最近 有一個很為大家詬病的問題 講話要一定要回答一下這件事 為什麼很多大陸上都有天坑 有大洞 這種挖洞給市民跳的行為 真的要嚴刑峻乏下去 所以我跟你講 以後 要是有誰在我直播的時候 跟我說 瓜吉要不要聊一下館長 要不要聊一下巴西雞蛋 要不要聊一下那個 咒術迴戰 236回 幹 誰挖洞給我跳就去死 我要判刑10年 給我去苦聊 蹲10年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個人的政見發表 但是除了我之外呢 因為我今天只是今天的主持人 後面還有總共7位的這個市長 要跟大家發表他的政見 那我要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今天的第一位市長呢 他是一位20年的資深藥廠業務 那他過去20年最大的願望 就是他們藥廠的科學家 發明出一個專制他尷尬癌的特效藥 他曾經很自豪的說 他覺得喜劇能夠養活他的家人 他覺得很棒 我覺得這個說的真的很有道理 因為他藥廠的業績呢 就跟這個笑話一樣爛 那我們來歡迎下一位市長 艾董 好 謝謝瓜吉 大家好是艾董 艾潮艾董事長 我的政見就跟瓜吉一樣 謝謝大家 哈哈哈哈 我的